大家好,欢迎收睇我们Lenten Rending Wednesday的直播节目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我身边的嘉宾 就是Barkley Capital的高级销售顾问Michael Hello Michael 你好妮可 今天就是伦敦寻盘团 最主要都会带大家看一下不同的楼盘 看看有什么发掘适合的投资机遇 又或者一些优质的投资机遇 给大家去投资的 我想问今天寻盘完 会大家看过什么楼盘呢? 我们会看一个在金属座码头附近的E-14 宋超的一个伦敦楼盘 E-14 一说大家会想起Canary Wharf 大家觉得最地标或者最中心的位置 E-14 的地理位置属于南边还是北边呢? 我们属于东伦敦的移区 好的 东伦敦的移区 我们来看看整个图 你会看到Polar Riverside 就是E-14这个区 其实它也是属于Liven Wharf的地区 其实你在旁边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理位置 其实有些DLR站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属于北面 其实是否算是北面 大家看到不同的地理位置 是否在Canary Wharf 对 我们属于Canary Wharf的以北1.7公里的距离 如果你说步行大概20-30分钟 如果踩单车的话 12分钟可以去到 如果你搭DLR 经过East India Station 车程大概是6分钟以内 你可以去到Canary Wharf 你看到我们的位置 其实相对来说非常方便 但是价钱非常实惠 哦 大家看到了 除了刚才提到的East India Station 其实你站下去 其实也看到Portlar 好像在几个DLR站的中间 也看到它前面有一条Riverley 有条利河 可能可以再详细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Portlar 你刚才说 虽然地理位置很方便 但是价钱也很受惠 但是Portlar里面有什么特色 或者附近有什么环境 如果投资者一听 有没有什么重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呢 可以分享多一点的 如果你说 我有小朋友在附近读书 或者你想租给一些工作的人士 这里附近也有很多机会 在我们Portlarifunsa 以北的位置 是我们的Stratford 或者我们统称奥运新城 在那里你可以去West Ham看球 你可以 那里有UAL的新校舍 有Lover University的新校舍 UNA博物馆的新园区 也都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到 其实在那里 休闲娱乐 上班读书 都有很多机会 即集藝術和文化起色 要一新的地方 没错 如果我们以南的位置 其实在我们一个站以外 就已经是North Greenwich了 那里面有一个很大型的商场 有Outlets 有200间以上的餐厅 等等这些配套设施 其实很方便我们的住户 或者租客 不需要多说 我们1.7公里以外 就是Canon Wolf 也有一个很大的商场 有超过300间的商铺 也有很多食肆 在那里 没错 需要上班 或者在那里 旁边 其实对你来说很方便 另外我看到 谷图的最右手边 有右下角一点 其实有架飞机 其实也很近机场 没错 那我们其实真正去到过去 在20分钟的距离以内 可以到City Airport 那这个机场很出名 基本上所有商务人士 都会利用这个机场去出差 包括目的地是去到欧洲各地 以至最远是去到美国的纽约 都可以直线到达 那其实也很方便 有时候出差 或者出门玩的时候 就是我搭车去空间 其实也很方便 不需要再想想 因为DLR 你又可以免除塞车的繁茫 那你有很多事情 都可以想得仔细一点 好了 另外你刚才就一直提到DLR 就告诉大家 这条线就更加告诉大家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地区的分布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 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没问题 其实DLR除了刚才说到 没有塞车这个问题之外 其实它帮大家 勉强了地铁罢工这个问题 地铁罢工不包括DLR DLR 很多时候 不会是参与地铁罢工的 所以如果你搭DLR去上班 可能你会犯一步 先到公司的 哈哈 小小的一个小笑 是 不过 不过 再说一下这个站 或者这条路线 其实很方便我们的住户 或者租客 首先它两条直线 去到Bank 大家都知道 是伦敦的最旧金融中心 亦都是经过400人发展的一个地区 另外 Tower Gateway 这个站 也是另一个新兴的商业区 在那里也有很多工作机会 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我们去以西入市中心 以南去Kanelan Wolf 以北去Stratford 亦都可以经过这个DLR 是直线可以去到的 是的 DLR其实你看到四通八达的 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又或者你可以再远一点去东边 或者你去到下面一点 其实都可以的 我看到除了绿色线 就是DLR站 就是DLR的线路分布 另外灰色线就是Jubilee 紫色线就是新开通的Elizabeth Dye 其实看到要通去其他地方 是否其实都很方便 没错 Port Riverside现在正处于一个 政府极力发展的一个重建区域 所以你看到它的交通 是比起以前日渐的成熟 我们都认为在这个区域 将会有很多的升值间 是的 看到现在正在发展 是一个更增的项目 大家刚才也看到 除了可以有London City Airport之外 其实你坐Elizabeth Dye 也可以去到Hifu 有另外一个机场的选择 另外如果你去Jubilee 其实你也可以去到London Bridge 或者Waterloo 其实也很方便 是的 这条Jubilee Line 我们刚才说了 会去到两个比较近的一个商业 或者生活中心的一个区域 去到另外除了Waterloo之外 其实Green Park也很值得说一下 因为Green Park May Fair那边也是一个 比较新兴的一个金融中心 或者是叫做Family Office 一个住宅的重地 是的 而且你在那里衣食住行也很方便 你可以吃东西 逛街或者买东西 其实也很方便 没错 那我们可以继续看 刚才你提到 读书的方面 对很多人来说 其实如果你可能住在Portla 可能你上学 对很多人也很方便 其实我知道 可能有两间 平级为Outstanding的小学在附近 另外有不少 优秀平级为中学在附近 也有不少 可以开车在30分钟以内到达的大学 是的 那我们可能重点说多一点 关于大学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现有的买家 或者我们Potential Target的租客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大学生 嗯 首先我们去到Strafford那边 也未来2022年 你会看到 起码新增1万个学生 那里呢 UAL sorry UCL的东校社 那里已经落成了 没错 另外呢 我们是搭DRR 去到Bank Station 再转车 其实在30分钟以内 可以去到很多间的主流大学 包括我们所说的 City University KCL LSE 等等 这些大学 其实在30分钟以内 都可以联系到 其实也很方便 如果你在伦敦出行 你坐车的时间 30分钟以内 其实算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 刚才提到的一些比较短的时间 就是开车的时间 可能刚才最新的校舍 UCL East 就大概开车9分钟而已 也都说 今年来说 会新增1万的学生 因为有新的校舍落成 另外 看到有这么多大学校舍在附近 你刚才也提到 其实很多忠诚于POPLA 或者前侧的客户 其实最主要都是大学生 我看到一个图 其实你刚才提到 最主要的客户 或者忠诚于POPLA 都是大学生来说 看到整个图 很多绿化的空间 看到有公园 有河 其实整个POPLA的项目 是否最主要都是 以一个绿化为目标 或者去打造整个的空间 没错 我们屋苑或者发展商 其实想带出一个信息 或者传递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令到大家 身处在一个比较舒服的 自然环境里面 但是也不会太远离于市区的 这样一个环境 给大家 是的 你看到一些休息用地 或者草地 其实有很多 大家可以很放松 其实看到有20的英某 是用来做一个 城市更新项目的 有2.5的英某 就是一个新的河岸公园 有500米长的沿着河岸公园 有一个河岸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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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可不可以和大家再说 暂时来说 是否第一期的项目是如何 好 没问题的 你看到刚才Niko已经提到 我们整个楼盘占地是20个河岸公园 其中大概一半 我们都会做600用地 现在Phase 1已经是有一个构图 在这里 会分为四栋去发展 已经第一栋的Carticle House 基本上已经卖了80%多 90%了 去到Porter House 是我们今年 刚刚新开放的一个栋数 现在我们会有1房2房 以及3房的一个选择 嗯 1房2房3房选择 那我们看到Porter House 其实在Phase 1来说 就是第一期来说 好像是最近利河 以及最近Liven Banks公园 其实是不是那个地理位置 或者看出去的景观来说 算不算在第一期来说 最优秀的呢 我们认为其实是最优秀的 因为刚才你说的 改行优点 也都集中在Porter House 而且呢 它的 也都很接近 刚才说到 那500米的一个沿河 人行报道 所以其实 各方面的优点看来 其实它真的 挺舒服 挺舒适 可以自住 或者投资给一些 高收入的宗客 其实都很适合的 嗯 看到其实看下去 不论我在一边可以看到 河景 又或者另外一边 看到公园 其实整体的感觉上 其实都很舒服的 看到了 CTA Views Riverside Living 看上去 外面的感觉 是不是 好像自身于 在绿化的环境之中 又有城市的感觉呢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没错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 如果说那个感觉的话 有点像跑马地 哦 它在附近 自然环境很舒服 很多陆地 也有很多花园 但是它要去到 去CTA Views 其实在说 真的坐车 十几分钟时间 我们可以去到 最市中心 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嗯 所以你看到 刚才你提到 跑马地 因为跑马地 走出同学湾 其实都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没错 那你刚才提到 其实它要去CTA Views 其实是20-30分钟 都去到 对不对 但是如果踩单车的话 其实只需要十几分钟 没错 所以其实来说 是真的非常方便的 另外你看到 整个第一期来说 是否总共会有 2800个单位提供给大家呢 整个2800个单位 是我们分为四期发展的 哦 大概是20年发展的周期 第一期大概是600个单位左右 我们现在的Porto House 是大概93个单位 刚才说到 有一房两房 和三房的选择 Porto House最重要 刚才说到几个卖点之外 你看到图里面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 我们的住户的terrace 给大家 那都希望大家 除了有一个 很舒服的 open的 自然环境之外 也都希望有一个 比较相对 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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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的空间 也都在屋苑里面 嗯 是的 看到一些露台 或者户外的一些平台 其实看到 大家都可以 可能在工作忙碌之外 可能我在 Can I Re-Walk 回家 我也想有自己的 一些私人空间 可以慢慢享受 或者有一些 寧静的时刻 其实整个设计图 都很舒服 大家可以坐在这里 或者有一个圆台 大家三五知己 或者约在一起 可以聊聊天 喝点东西 其实都很舒服的 另外 刚才我们一直提到 整个屋苑是沿着利河发展的 说了利河这么久 可不可以和大家 简介一下 利河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又或者我们沿着利河发展的话 屋苑又有什么特色呢 没问题的 Riverley沿着下来 我们都会有一些 你看到水上活动的中心 你说蹭下艇仔 坐下船仔 在这条Riverley上面 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简单来说 就好像一个休闲娱乐的用地一样 虽然你说不是游到屋苑自己的 但是其实我们的距离非常之近 嗯 好 看到是了 如果是水上活动的朋友 因为因利成变 就是自己屋苑这么近 那条利河 你当然就可以玩一些 水上活动 刚才提到的餐厅仔 另外我看到有些观光游船 当然如果你想游船 或者有朋友来 想带他去观光一下也可以 另外有些鸭仔 还有我也知道英国人 或者大家都很喜欢 工作生活平衡 很喜欢做运动 那你可以在这条步道里 可以跑步 没错 或者踩下单车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那个社区来说 其实很适合给大家 除了在闹市之中 找一个比较宁静的地方 是一个很好的陪徒 提到 刚才提到 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那这个是否将来 会发展成一个 2.5英茂的 Rivers河冠公园呢? 是 没错 这个公园会种很多树 总共会种 200多棵树 高度大概是3米 去到5米左右的一个高度 那希望呢 营造一个舒适自然的环境 除了说 在我家里有个露台之外 除了自己的建筑里面 有一个附屋之外 那在一个比较开阔 空旷的空间 有一个 看着河道的一个景观花园 或者公园 其实都挺舒服的 是啊 看上去真是舒适寫意 而且看回资料 那就是说 这个公园 其实种植面积 会有一个 6,000多平方尺的面积 那会有不同的植物 其实你想想 6,000多平方尺 都是植物 你看上去的感觉 其实很舒适 而且你对眼睛 都可以得以放松 而且生物多样性方面 亦都会增加 有6成以上 希望等一些不同的昆虫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一些生物多样性 就是有蜜蜂 蜂蜂 都有很多的棲息空间 又或者有多些的选择给它们 另外 我们看到了 除了有个公园之外 也有一个占地 1万平方英尺的 Shell Duck Square 那这个Shell Duck Square 又有什么特色呢? 那我们希望 除了刚才提到的 一些自然环境之外 我们也希望 营造一个社区 和屋苑的气氛 给我们住户 是一些 可能独特一些的 时间 环境 我们会 设置一个屏幕 然后放一些桌子 椅子 邀请我们的住客 来 一起欣赏一些 电影 或者是一些 特别的比赛 包括可能 Wimbledon的网球比赛 我们也会 在这里 设置一个屏幕 是邀请大家来观看的 迟迟世界杯 可能都可以一起 也有可能会的 是的 看到这个 有一个很放鬆的 在Foto的右上角 直接在自己的 露台 看出来 就已经可以看到 大银幕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屋院特色 会有不同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 可以在休闲 可以休息一下 另外 经常提到 工作,生活和平衡 知道这个屋院 其实付出一个 非常尊贵的会所 给大家 是的 尊贵是当然 非常大的 在伦敦 你说要找到一个 过万呎的 库室 其实不是这么多 但我们这个屋院 提供16000尺 而且多种的住户设施 是让我们的业主 或者租客去使用的 嗯 好 有16000平方尺的 业主的设施 而且好像是分两层的 地下的层 和一楼的设施 是一样的 可不可以和大家先说 地下的那层 有什么设施呢 可以 没问题 我们会有一个 私人影院 会有一个 meeting room 有一个 private dining room 亦都有一个 工作室 而且有一个 类似大厅 这样的设施 可能是给大家 可以 好像一个 早餐的休息一下 看看报纸 用一下iPad等等 那比较独特一点的 我们有一个 卡住室 可以给大家 去玩德州的 游戏球 是可以玩的 另外 亦都有一个 游戏球室 可以游戏球 嗯 很多游戏设施 很多样性 很多东西 可以选择 如果你不喜欢游戏球 那你又可以去 游戏球 又或者你可以去 喜欢看电影的 游戏球 没问题 好 另外 说完地下 一楼有什么设施 好 一楼就会比较 水上活动 有一个20米的游泳池 同时会提供 包括Sona Steam Room 也有一个 再正式一点的 Reson Lounge 嗯 好 有个Lounge 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 按摩水池 有一个 也会在一楼的部分 嗯 好 可以放松一下 身心 刚才 就和大家 简介了个 后期设施 以及 设施 其實我們之後會有續張相片和大家介紹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概念 知道這個開放是怎樣的 這個Clubhouse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24小時的concierge 沒錯,這個其實很重要 我作為在倫敦居住了這麼多年的一位居民 其實發現我有住過不同類型的屋 發現我們新建設的最大的好處 就是永遠都有人可以提供到一些協助 或者幫助或者建議 甚至最重要的就是現在 網上購物很重要的 有人幫你收東西 可以幫你收一個套餐 或者收一個包包 這個是非常及時的幫助 是的,而且我也覺得認同的 因為有時候突然間的停電停水 可能你突然間需要找人去幫助 只有自己一個在家的時候 起碼樓下都有一個concierge可以幫到你 沒錯 另外除了24小時之外 剛才提到泳池 看到泳池的長是20米長的 其實在市區來說算大了 它不是在地底 你可以看到有自然光可以透露 沒錯 這個也會在河邊的那一棟的Potterhouse 所以你看到首先景觀你會看到河 你會有自然採光 也相對是寬散的 因為20米的游泳池就算在Potterhouse的集團裡面 其實也不是那麼多樓盤可以提供到我們俗稱Full Size的游泳池 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網路事業的話 其實是否這些工作空間都可以幫到他們 可以有空間給他們做事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想一下現在可能你一個家庭 或者一個雙人住在一個單位裡面 現在可能大家都會多了hybrid做事 可能三天在辦公室 兩天在自己的家庭 有一個工作空間的好處就是 大家不需要在家庭 可能大家兩人都需要開會 那就會撞聲 但如果大家各自都在工作空間 有一個小小的自己的地方 去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的話 相對來說就不會那麼互相干擾 是 而且我看到這個設計其實都很舒服 就好像一間很特色的咖啡 所以其實在這裏工作都應該 心情很舒暢 沒錯 你說得非常好 另外這個看電影的放映室都挺豪華的 沒錯 我們暫時設計是13個座位 都是事前去預訂 然後你可以播放自己想看的電影 或者播放自己想聽的歌 你就會成為一個私人的休息空間 如果你開派對的時候 其實你有13個座位 其實你可以總共有13個朋友 就可以一起在這裏看電影 其實都挺開心的 沒錯 那我想問你如果那些電影 是我自己提供的還是要怎樣呢 就是版權問題 就是我買了一張DVD 然後拿來播放 當然我們要播放正版的電影 但我們基本上都會允許你 自己去播放自己想看的電影 我們沒有特別要求你只可以看某些電影 好 我看到有炮谷 會不會有炮谷提供的 可以跟公司反映一下 好 因為吃炮谷看電影很開心 好了 剛才看了很多關於會所裏面的設施 現在可以真真正正的 不如跟大家進屋看看 到底這間屋裏面的設計是怎樣 又或者裝修的風格 又或者大家看間隔是怎樣 Michael 你是否會帶大家進去看 沒錯 我們現在一起去 show apartment 歡迎大家來到Port Riverside的示範單位 這一個是758呎的示範單位 進來就是兩房兩廁的 其中一個是我們的吐廁 你看到我們剛才所說的 整個屋苑基本上所有的職位都是比較試正 而且你看到空間也很足夠 亦希望大家有很足夠的空間 去擺放一些傢俬、一些裝飾 形成了一個更舒適的生活環境給大家 轉身我們來到廚房 廚房亦都是精裝所有的膠樓 首先你看到會在廚房桌面 當然Iran就視乎職而定 未必每個單位都會有 但一定會有的就是洗碗機 微波爐、焗爐、fridge、freezer 煮食爐和車樓演機 這些是必然會提供給大家的 另外你看到的這麼多個櫃 都是給大家的儲物空間 香港人很注重儲物空間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這個主人房 首先你會看到這個入場的衣櫃 是會提供給大家 裡面也會做間隔 做這個燈 這個感應燈也提供給大家 整個膠標來說 牆身是八腸、天花板、燈都會做到給大家 地下會是地毯 跟外面剛才客飯廳的木地板會有少少不同 如果你看到的傢俠這些都沒有提供給大家 大家需要在收樓時自行去做採購 這裏就會是我們的Bathroom 1Suite的廁所 你看到基本上你現在眼看到的 不能動的東西都會提供給大家 包括紙巾架、馬桶、水龍頭、沙瓦、毛巾架 這些都會提供給大家 包括這個櫃也是在我們的收樓標準 去到第二間房 一樣地毯、白色牆身、天花板 這些都會給大家 提一提大家 這個衣櫃未必會在收樓標準 視乎你買單位的圖籍 跟香港的收樓標準會有少少不同 一般香港可能是Bathroom 1Suite的廁所會提供Bath 但這裏會是Family Bathroom提供Bath給大家 接下來會帶大家看看Storage 裡面會提供洗肌、光衣機二合一 你看到放了這麼多椅子 其實實際地展示到 其實這個Storage可以放了多少東西在裡面 這個露台 你看到空間感十分足夠 放了兩張戶外椅 所以整個自然環境 真的提供一個相對舒適的環境給大家 好了,我們看完兩房的示範單位 其實我覺得看上去的感覺 都是偏向現代風的設計 沒錯,我們會有少少關於東倫敦的歷史背景 有少少輕工業風的風格 然後也希望作為一個 真正自住屋苑 或者是比較 生活化的屋苑 我們希望做多少空間給大家 然後那個間隔也比較四方一點 是啊,我看到很適正的 其實兩房單位 其實所有東西都很實用 客廳又適正正 客廳又適正正 還有我都挺喜歡 每個單位都附設一個很大的露台給你 其實都可以很舒服 坐在外面 可能看書 又或者坐在曬太陽 其實都很舒服 沒錯,因為我們每一個單位 基本上比同等的一房和兩房單位 我們會給大一點的露台給大家 都希望 由我們一開始說這個樓盤 到現在其實主子都希望給大家 提供一個更加舒適的生活環境 是的,看到那個全房設計 其實都很實用 你也可以擺放很多東西 然後前面又有個高座桌給你工作 其實那個單位設計 看起來都很舒適 好了,說了這麼久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剛才帶大家看了兩房的示範單位 價錢方面是怎樣 你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得很實惠了 是啊,沒錯 其實現在說我們這個兩房單位 都是說70萬磅而已 那個尺碼是去到785呎的 我們預計是4.4厘的 但是一會兒 我好像也有Google過一下 附近的租盤去到大概什麼價位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實際的租金 可能到時 比起這是什麼情況 是的,看到了 剛剛就是Michael說的一些 Barkley估計的數字 測試的數字 但是看看市場數據 其實用今年的數據來講 其實看到這14區或者附近的一些樓盤 有24個物業單位裡面 看到其實平均的出租價 每個月是大概2410英鎊 這個是24個物業的平均出租價 但是如果你說在Portla Riverside旁邊的一些物業來講 看到現樓可以住的了 看了一些市場數據 看到兩房大概可以租2500至2600左右 Barkley預計的話 兩房單位如果春天可以收樓了 大概可以租多少錢呢 好了,我們Portle House這一期 我們預計的租金實際可以去到2900磅 每個月以上的 但是當然也要提醒大家 租金回報也是參考到時的市場環境 或者實際數字 我們現在這裡 都是給大家一個預測的 好啊 我看到你用箭祖指著 201那個單位 就是在二樓的 設計風就是Winter 是不是比較深色的色點 還有最主要是看South West 就是那個面向 主要向South和West 其實這個單位是否看到李河還是 他看內容還是Leaf & Bang OK A1023這個單位 因為他看著西向和南向 所以他會看到我們李河的方向 也會看到金絲長碼頭的方向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Portle Versailles其實是Kammerwood的以北面 所以我們南向其實是會看到Kammerwood的方向的 其實是不是這類型的單位 因為看到李河 因為剛才也提到 其實Portle House 就在第一期來說 最近李河發展 會不會其實看到李河的單位 其實那個銷程會比較刺激一些 以及會去得快一些 一定是的 因為無論是海外買家 或者是本地買家 例如說在鬆突以內 有何景的單位 其實都是比較罕有的 所以銷程相對來說 的確是比較熱烈的 好的 看到一房來說 最主要大概是511平方尺 兩房大概是780至785 如果在一房和兩房單位來說 現在暫時比較受市場歡迎的 是否都是兩房單位為主呢 在整個市場上來說 如果以租或者以賣來來說 其實大家都是比較受歡迎兩房 特別在COVID之後 大家發現其實 作家工作機會多了 不是每一個屋苑都有 co-working space 或者cup house 所以兩房的確對於很多家庭來說 是很有吸引力的 剛才所說 一個房間就會作為一個睡房 第二個房間就會作為一個 mini的work stop 或者一個study room 去作為一個用途 對 作為一個書房 提到其實兩房來說 780多呎 其實真的很寬敞 空間很寬敞 另外會不會看到 除了這些單位之外 最近Riverley 還有哪個位置可以看到公園 Leaf & Banks的公園 有沒有說 哪個面向可以看到公園 因為我看到公園也很寬敞 其實是否看過來也能看到 會看到一點點的 但如果你想看多一點的公園 那麼西北方向會多一點 Leaf & Banks的公園 嗯 即是西北方向 我看到西北方向 其實也可以大家看看 看看Portet House 有哪些是面向西北方向 如果喜歡公園景的話 或者河景的話 其實Portet House 你剛才提到 一開始已經提到 其實吸引很多大學生 進來住 因為其實可以很接近不同的大學 但是其實會不會有其他的投資客 會有其他的 可能租給在Canet-Ri-Walk上班的人 又或者其實East India 都有一個Republican 是一個重建項目 即是一個再更新項目 會不會其實都有這類型的上班 所以投資客也會買來租給這些客人 是的 剛才其實我們也有提過一下 除了大學生之外 很多的我們叫做Yarm Professional 也都會選擇Portet House 原因之一 或者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DRR Station 可以去到三個 四個很重要的商業中心區 包括剛才說到的Bank 剛才說到的Tower Bridge那一邊 另外Kanet-Ri-Walk也可以直線去到 Stratford是第四個地方 我們剛才說到的BBC的辦公室 有一座辦公室在Stratford VNA的博物館有一座新的辦公室 亦都在Stratford 另外剛才說到City Airport 可能有些人有出旅行的需求 亦都會選擇我們這個Portet House 作為它的一個居住地 所以你看到 雖然我們剛才都說了很多關於大學 怎樣去 但是我們都隨著隨著分享 其實在30分鐘以內 去到這些我們所謂的商業區 或者我們叫做市中心區域 對於很多的租客來說 它的吸引力很大 特別是大家都知道 Kanet-Ri-Walk 區域 現在一房租金 可能都要去到3000磅 甚至再以上 其實都比8折 如果我住這區的話 會不會這麼說呢 折頭我就沒有計算過 但是的確我們是比Kanet-Ri-Walk 的 剛才我看到 其實附近現樓 其實都是2500至2600 兩房 你剛才提到Kanet-Ri-Walk 一房已經3000了 一個月 對於很多中高收入 或者其實他本身 未必那麼喜歡住在市中心的住戶來說 其實Polet-Ri-Walk 有他很大的吸引力 因為你想想 你住在宋溫 或者你住在Kanet-Ri-Walk 有沒有一個那麼舒服的 自然寧靜的河邊 或者有沒有一個那麼舒服的空間 那各方面的配套設施加起來 其實對於很多客戶 租客或者住戶來說 他吸引力就在於 我不需要給那麼高的成本 但我同樣獲得一個相對高質素的生活環境 或者生活的一個生活質素 對於很多客戶來說是很吸引力的 也是的 因為我看到那個綠化空間 或者剛才提到的一些公園 或者整個一些種植的設施 其實我覺得在區內來說 都算是數一數二的 比較大的一個綠化的原地 一些綠化空間的地方 至少我們剛才在Google Map開拍之前 我們有找到一次的 的確是沒有什麼的 對,數一數二的 我覺得綠化空間比較大 剛才提到的會所設施 其實也有很多 亦都很華麗 亦都比較豪華 如果大家要計算數 管理費大概是多少呢 管理費的數字 大概是4.300至4.65 每平方呎每年 管理費也算是合理 如果以Song2來說 或是Nicole應該分享多一點 不合理 是否算是合理 不是,我只是說你買這麼多款 其實POPLA來說 收這個管理費有這個質素 是否也算是合理 如果以Song2以來 這個會所設施 或者這個數量的會所設施 包括24小時的concierge 我們相對來說 同等的競爭對手 我們其實相對都是非常合理 好,謝謝 剛才解釋得很清楚 剛才你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個本 還有為什麼價錢 對比Canary Walk 最黃金的地段 這裡以北一點 其實相對實惠一點 但其實你可以享受很多 綠化的空間 又或者有一個河境 其實那個環境上面 就優美很多了 今天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隨時可以WhatsApp 我們看到了 英國的電話 香港的電話 都可以WhatsApp 又或者如果你想繼續看多一些關於POPLA的資料的話 其實我們十八至二十日 即今個月的十八至二十日 星期五六日 香港時間下午四點至十一點 我們都有一個線上物業Expo 我們會在線上跟大家再深入去講解 又或者可以更加能夠單對單 又或者更加能夠更切身地解決 你對POPLA來說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有更專業的人 又有Michael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講解多一些 可以解答大家的問題 今天很感謝Michael 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關於POPLA的一些資料 又或者詳細的樓盤的介紹 大家記得參加我們的線上物業Expo 亦有任何問題 歡迎隨時可以WhatsApp YouTubeMessage 又或者FacebookMessage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